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再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一開場的時候 已經很有熟悉感 就是致敬超人Z的第一集中 超人Z在月球和GeneGagu的追逐戰 不過這次就是超人Z和Sevunga 追著被Baro Sasezen抓住的King Joe 這次Baro Sasezen已經是四代目 一代目的時候就是駕駛著King Joe來到地球 就是想搶超人幣 而二代目的時候就是幫大哥報仇 以及想搶Beria Logu 至於三代目就純粹幫兄弟報仇 一代目和二代目的介紹 大家可以看回第十集的解說片 以及明天出的第十七集解說片 剛剛好 今個星期兩套超人 都是跟Baro Sasezen打 今次四代目的聲優就是超人Z的導演 田口青龍 這位1980年北海道出身的年輕導演 可以說是圓谷新世紀超人作品的新力軍導演 他小時候就跟爺爺去看哥斯拉的電影 從此他就開始愛上特攝怪獸電影 到了高中的時候就決定要做特攝相關的工作 於是他就去了日活藝術學院做電影製作的實習生 他在學生時代的大怪獸電影處女作 就叫做G 那田口的作品就跟版本號一的作品風格 雖然兩個都是特攝迷 但兩個的方向都大大不同 那田口就會比較著重於怪獸的描述 例如故事的背景和特攝上如何呈現這個怪獸的生態 那這次的田口還走去配音 其實都不是奇特的事 有不少的導演或者皮套演員 又或者工作人員 都會去演一下老人ABC 那如果你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話 在劇裡面剛巧又看到他們也挺有趣 我們先說回今集的超人拖列賀 如果有看Sevunga Fighter 就會知道Sevunga已經追加了宇宙飛行的能力 然後Barossa Segin召喚出四次元怪獸Bluidot 又好像當年他師父超人CV 超人Z都被吸入了四次元空間 不過幸好成功救了Sevunga 於是超人Z、Barossa Segin和King Joe 被吸入四次元空間 然後還有一隻Baby Santorias 跑了出來 還會說人話 還想搶超人幣 在混亂期間 姚花又被搶走超人幣 變身器還被打爛了 看來前輩回歸客演爛武器 然後用新超人的變身器去變身 已經成為了禮行公司 最大的原因應該都是賣玩具 OP播完之後 看到上空出現了空間裂縫 King Joe就在上面掉下來 這個新聞報道畫面 就令我想起最近那宗 大陸盜版超人玩具工場事件 當然啦 這裏就是Torriga的世界 所以少少星人他們就要調查事件 在調查King Joe的內部的時候 就發現了穿著太空人服的姚輝 於是就一起回到基地 然後姚輝就解釋她是隸屬Storage的地球人 接著 Igunis又很輕鬆地亂入了基地 就說出姚輝是屬於另一個宇宙的人類 不知道為什麼呢 姚輝一眼就看得出少少星人就是超人 接著就被少少星人和綠母人拉進房仔聊天 誰知道再被超人Z拉進另一個房仔聊天 原來變身器壞了還可以跟超人聯繫得到 超人Z這次就用英文說 Nice to meet you 我第一個反應已經笑笨了 接著因為少少星人自己就是超人 所以對於姚輝和超人Z的關係感到新鮮感 其實至今為止 超人來到地球之後 都有好幾種方法留在地球生活 例如初代超人 Jack Ace 就是超人和人類合體 接著七星合 梅比斯就是模仿人類的樣貌 迪加蒂拿加亞吉多 還有Lubutolica這些就是自己人類就是超人 不過現在變身器壞了 就連變身成為原始形態都做不到 接著少少星人就說 綠母人可以做好這個變身器 我心想 Z是光之角的產物 人類的綠母人都做得到的話 技術頭腦可以跟超人光明有得揮 誰知道Eagerness在外面偷聽 其實超人Z的房子 經常都有被人偷聽到的流動 Eagerness手持這個裝置 其實就是Zalabu Segin的攜帶型電子頭腦 這是一個宇宙語言的翻譯機 而Zalabu Segin登場於初代超人的第18集 另一邊廂三位黑暗超人發現了Barossa Segin 但我想說 這個畫面的構圖和氣氛 可以說是十分輕鬆日常的感覺 有些類似Dainan Zenon 般怪獸優先主義 原來這隻Baby Santorias 就類似海盜鷹母的存在 本身Barossa Segin 就不會說人話 於是就由這隻Baby Santorias去說 而這隻小怪獸 其實就是Santorias的右體 Santorias最初登場於超人80的第4集 順帶一提 這隻小怪獸的聲優 就是湯淺 Kaiade 他曾配過超人Lubu裡面的Darling 以及怪獸娘的Santorias Barossa Segin因為無法自行巨大化 所以他四圍在找跌了的Gurano Shue 然後 海賊宇宙人遇上寶藏獵人Ignis 今集的資訊量真的可以說是多到爆炸 他們兩個在互相曬命的過程裡面 已經超多超人的相關物品 首先就是Ignis拿出來的球體 這個就是一個吸血球體 其實就是Kobu Kaiju Okoninboru的一部分 最初登場於超人80的第20集 然後Barossa Segin又拿出巨大的鯛魚 這個屬於魔神怪獸Kodai Konjiada 登場於超人梅比斯的第12集 然後Ignis再拿出Bakutalas no Hane 就是甲蟲型宇宙怪獸Bakutalas的翅膀 就是登場於超人梅斯的第8集 跟著那個跟著 Barossa Segin拿出來的東西 就是身體兵器Desimoria 登場於超人迪家的第34集 果然是填口加上Barossa Segin 每次都是很多小彩蛋 鏡頭一轉回到基地 不過都是一些閒話家常東西 之後Ignis成功偷走超人幣 Barossa Segin也成功巨大化 少少星人他們出來戰鬥 不過好像一分鐘都沒有 Gust Faraguan再次被擊落 然後超人Torriga就出場了 戰鬥的過程中 Barossa Segin拿出武器 就是戰神Girifors的武器 登場於超人梅斯的第19集 本來這把武器就像七星合的冰刀 掛在頭上 然後 終於成功開發出超人Z的Hyper Key 然後姚輝不聽變身教學 就衝進房間 直接用槍模式變身 差點射中超人Z 誰知第二下真的射中了超人Z的腳 然後兩人在研究怎樣變身 搞了一輪終於成功變身 事隔了一年 終於看到原始形態的變身畫面 還要出超人Z的主題曲 打了一輪之後 Belialogu也成功回合 最後反而收尾就很快就完事了 竟然Eagerness這麼乖會把偷回來的寶物還回來 然後 這幕中爵士也算是致敬的一種 上當年初代超人的井手隊員 也是曾經中過爵士 不過姚輝還要想辦法怎樣回應 回到原本的世界 想不到客演合作是會玩兩集 然後 原來變身了超人之後 會很快肚餓 可能是關於消耗太多能量的事 於是兩人就很開心地吃拉麵 話時話 少少星人今集好像沒有說Smile 下集竟然有PowerDor的達達 我心想真的興奮到高潮 今次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歡迎大家一齊留言討論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